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家庭生活或者是课业工作或者是情感友情甚至是经济上的压力等等 那当然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社会新闻我想大家也会觉得非常的心痛 为什么在那个孩子最脆弱他在坠落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伸手拉他一把呢 为什么有些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 你开始发现当他有一些比较异样的改变的性格 没有人能够能够去好好的开导他 有些孩子在他最受伤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 成为他的心灵后盾让他们找到出口 我觉得人生有太多太多的为什么也有太多太多的来不及 于是在几年前我对自己选了一个小小的心愿 我很希望心灵健康能够真的走进校园 让每一个儿童 每一个青少年 他们都能够上心灵健康的课程 我希望心灵健康能够成为人生的必修课 如果当你情趣来了 我可以试一试这个叫情趣三连问 也就是当情趣来了 你先问问看 我应不应该发这个脾气 我应该发这个脾气这个合理吗 第二个就是 为什么他发的脾气的这个对象是对的吗 如果他是一个无误的人物 为什么要对他发脾气呢 第三个是 也许你真的就是很想要发脾气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很多时候 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话 就像那把刀 它是非常伤人的 它伤了别人 它也会伤自己 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沟通方式 我一直觉得 我们要用温和的言语去沟通 不要用愤怒的言语去留下很多的遗憾 因为刚刚有提到许多妈妈都真的温馨提醒我说 啊 孩子长得很快哦 到青少年期就不一样了 你要好好珍惜 两岁是两三岁是最可爱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真的很处于非常非常珍惜的这个阶段 对 然后我自己会觉得 可能换一个态度或一个角度吧 那你可能就会得到不一样的快乐 就像孩子在有情绪的时候 你不要跟着他的情绪走 你要知道他下一秒他就过了 他根本不知道刚刚为什么哭到 他们很神奇的就是 always start from zero 这个我们真的要学习 就是下一秒我们也start from zero 今天一开始我们也start from zero 我觉得让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也许可以快乐一点 然后把这段阶段相处的过程当做 自己以后会是一个很美丽的回忆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是 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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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一样的 那你就是 了解 他 呢 有一 这 真 那 那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